巨航超过1000公里 超过4500辆的路 前面哗啦哗啦哗哗响 迎建大海盗500 走走走 咱路上聊 这个车目前是一个非量产的状态 有些地方你看这些细节啊 其实处理的还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先上车 好 我们现在把横线大海盗正式骑到路上了啊 这个车呢我觉得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 续航超过1000公里啊 是由它前面和后面两个超大的一个箱 来保证它有一个很流的续航 那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痛点 就是在魔旅的时候 如果遇到前不招村后不招地的地方 这个超长的续航啊就是它的优势了 这个车为什么叫大海盗 是因为开发者税总他在魔旅的时候 魔旅到大海盗的时候 他的车遇到了没有油的情况 前不招村后不招地叫天天不英叫地地不灵 那那会怎么办 他就发誓说自己要造一块续航超强的魔旅神器 于是他回到重庆以后 就研发了这款大海盗500 并且以大海盗来命名 那就是为魔旅来开发的 那魔旅呢除了有超长的续航也不行啊 他还要有稳定的品质 这车的动力呢是来自于龙鑫的并列双缸500 这个续发动机 包括海悦的一些车友都在用这个动力平台 但是呢它整个的运行质感和它的振动力质啊 包括动力输出啊 我觉得还是有需要调教的地方 主要表现在这个车的振动 嗯 这个车超过4500辈子 震动先是从当车还是传托的 然后呢是从脚步啊去传上来 然后到4000 5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一直会震到7000以后 这脚麻的已经步到俩了 在模拟的时候呢 我们还比较担心的是安全的 这个车呢 配备了前后ABS 然后以及双盘的制动啊 制动的系统是来自于西护的 整个骑起来以后呢 比较散 而且前面有护震力 我觉得这个早晾一下以后 一定要改 以目前这种状态来看呢 性格是很OK 那另外我还要做的就是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啊 还省它扎胎 如果轮胎扎了以后很麻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会选择真空胎 但真空胎呢 它的骑行体验呢 又没有扶桥圈那么好 那怎么办 我们会选择真空扶桥圈 合线大海盗 它配的就是这个 这个双仪表让我想起飞双了啊 所以这个车从外形看上去 也确实是像飞双 上下两块仪表 上面可以投屏 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功能的显示 比如说你看 胎压呀 然后投屏啊 然后水温啊 专速啊 还有摄像功能 主油箱 负油箱 气压温度 湿度 还有海马都能显示 然后下面呢 基础了 然后在前面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USB 哇 这边呢 是一个油箱的一个开关 已经没有油了 它这个油灯会闪 但比如现在我在模拟了 别油了怎么办 好 我把这个副油箱打开 副油箱很大的一个人量 OK了哥 这就可以了 安心了 不再坦克了 所以这个车整个的诞生呢 我觉得是 解决了很多魔女当中的痛苦 但是呢 你说解决痛苦以后 它是不是一个好车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往善 就是最基本的 它在振动的意志上 我觉得做的还不是太好 然后呢 齐车质载方面 那还是要去更多的去营造 然后包括你看走线 我现在看它里面很多线头 这些系列呢 我都需要去南站 包括看啊 经常在做工啊 看都是一些办法 把这个车在走 非裤装路面有的时候 可以关注AES 这块也都OK 前制动 制动力足够 而且手感的好 是C护子 后面的制动来讲 制动力 制动力并不是太强 而且ABS接入比较早 ABS现在光明了 这个轮胎的抓地啊 干干 这个车定价 我觉得也很有结论 因为按它这下 现在就一直这些东西来讲 定价不会太便宜了 然后前面这个风挡 也是需要提升的 现在这个小风挡 这个这个 导的这个气流啊 总好是吹到我脸那块 挺不舒服的 嗯 这块我觉得 需要赶 嗯 呃 做第二个来讲 这个车 相对比较窄 有一点个屁股 由于两个油箱啊 会不会操控重心 有些不稳定 呃 加于一样 这两个油箱 其实它后面这个油箱啊 是在底部 所以加上头是在后面 但其实它在做这个 在F800G-S的 然后呢 它里面做了一些设计 它有这个隔断 它不会让这个汽油啊 在里面来回来去逛的 操控来讲啊 它前面站的比例呢 是大概要站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后面大概百分之四十 还是一个大头啊 小屁股平等 然后这个车 那泰拳主要是在高速的时候 去撒回座 在低速的时候 感觉变得很明显 然后我们在摩旅的时候 也会骑着骑着 会骑泪 那这时候我们会站立起来 就是站立骑姿来讲很舒服 而且双脚加肩膏 也很OK 对 总来讲这个车 如果上上市以后啊 进行了很好的改善 我觉得它倒是一个 不错的摩旅机器 我们还是期待啊 这个车 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晚上 再去铺上啊 那最后 我们做一下 大家都要愿意看的 铃胶应该加速 要嘱咐的是 现在我们是 在飞铺装中间 最后以简短的时间总结一下我对大海道的印象吧 这款车呢 确实是在摩旅当中啊 体验到了很多痛点以后 为了去改善摩旅体验去创造了一款车 首先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续航 这块是OK的 这么大的油箱 看到了吗 后面也是加油口啊 这个加油口我觉得设计的离排气比较近 这块会有问题 如果喷出来的话 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然后作为模拟力器来讲呢 它还有一个很稳定的动力平台 那这个动力平台呢是来自于浓芯的 用在很多车型上 所以看着还OK 那整个车架设定来讲啊 其来是比较轻松的 那至于这个车以后强度怎么样 我们需要有一个更长时间的试驾 才可以知道 目前来看 操控是比较OK的 这个大油箱不太影响这个车的操控中心 然后简震来讲啊 它并不是奥林斯 也不是什么名牌 是横键自己来打造的简震系统 它所行造的这种驾驭体验来讲 在非铺装路面和铺装路面 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还不错的信心啊 这种质感还OK 然后这个是重点 就是它的这个轮圈啊 这车轮圈啊 是真空浮条圈 那在未来真正上市的这个版本上 它是采用中置浮条的一个真空浮条圈 有的理由 有的 哈哈 好 你得到越来的